立法會工商事務委員會 昨天就修訂版權條例 三個相關方案進行討論 部分議員說 政府對棄訪未有清晰的定義 更加直言擔心魔鬼在細節當中 尤其是一些細節 版權持有人 覺得自己的版權被侵害 才去投訴才能立惡 行不行呢? 我最擔心的是 人家再去投訴 那個版權持有人 自己都覺得沒什麽特別的問題 我真是很擔心 魔鬼在細節中 講來講去都講不平的了 六個月的諮詢都不夠了 你四個不同的名詞 好像考中文 考英文 夜訪有個刮溪 其實大家都可能會很擔心 究竟你怎麽定義呢? 現在好像考試那樣 法律的定義是怎麽呢? 有些說得實的 要法律結論 執法那時又怎麽呢? 規納另一類的問題 就是有些人擔心執法的時候 會不會有選擇性呢? 還有剛才就 盧曼朝議員主要講的 一些政治性 惡搞那類的情況 但是文化藝術的朋友 又會有其他的擔心 那就是說 你說到商業利益 經濟利益的 可能現在沒有 指標可能有 那怎麽算呢? 一般的市民 不去網民 我想這些情景 真是不太好了解 即是我也真是不太了解 譬如說二次上的模仿大賽 那這些是否已經是 由於這個氣坊 即是會有問題呢? 剛剛有蔣麗衛議員在那裏 反而蔣麗衛議員 是假扮我一個 就是功夫的女紅星 或者是元秋 就模仿這個蔣麗衛 那是否又是這個氣坊呢? 或者剛才博麗衛議員說出來 那些不是反權 其實就是我另一個問題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蘇錦良在會上說 不同國家在氣坊的定義方面 沒有認同標準 在一眾司法管轄區中 有些條例沒有就氣坊作出定義 對於香港是否可以有特殊情況 蘇錦良說會以開放的態度去處理 希望大家有國理性就好了 我希望大家不要用一個標籤 我剛才聽到這個 訪問我可能會 其他人都會做的 我問有三條 我不希望我們被簽了一個 二席人的行為 會有一個理性的訪問 我們是開放的態度 希望我們將這個 操控制去處理 他強調政府在諮詢中 沒有既定的立場 並且願意配合立法會舉行公聽會 延長諮詢期